哈喽 大家好 欢迎到 KS 看股 今天是2月21号 啊星期二啊 说Market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动力咯 今天只是我们看到这个 EG 啊 啊 EG 啊 一个大反弹啊 EG 啊 17%啊 8907 了啊 所以我们要进去看一看 EG 本 首先不要不要忘记点阅点赞 分享留言哦 ok 记得支持视频啊 还有啊 要开户口 CJS&B 啦 我们的一些其中一个最大的交易平台 100%合法的啊 还有呢 可以玩马股新加坡美股香港 很方便的啊 所以你开一个户口 可是你不用再开其他的户口了啊 它可以玩国际了啊 然后呢 你要开户口更简单 下面有一个链接 你填上那个表格 description那边 ok 你按那个链接填上表格 submit 那个form ok 然后我的朋友这个 CJS&B的这个 remister会call你啦啊 跟你上网开户口 或者他的团队啦 上网开户口很简单 你在哪里都可以开的啊 在家 在office office 不要做够时间啊 啊 然后啊 你去游玩啊 哪里都可以开 因为这个呢 全部是上网的啊 说不用去银行 不用去哪里开的 很方便很方便很方便的啊 ok 看看你就是明天啊 我们等下我们谈谈一句啊 请注意 本人并非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分享个人的交易过程仅为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意见报导 研究分析价格或其他信息 均为个人观点并非投资建议 对于应采用视频中的信息直接或间接导致财产或资产的任何损失 本人将不负担任何责任 外汇指数 股票 期货 商品 能源 贵金属等交易具有高风险 请您投资前妥善研究评估 并请根据您的交易需求寻求专业财务顾问的建议 ok 我们看看EG EG看上那个公司啊 看上公司 ok EG的这个网站啊 EG网站啊 EG大部分是做这些呃呃呃 电电板啊电子啊电子的这些服务啊 电子的服务啊 5G啊啊这些啦 所以我们看看他能做什么 他能制造啦 制造就有电子啦 robotic啦 呃 plotting啦 coating啦 laser啦 laser marking啦 啊啊啊啊啊啊啊 aquaprocess啦 啦啊很多啦 souldering 啊啊 auto component insulation high filtration 啊他会有做Mask啊啊啊 啊 auto informal coating 啊这些全部拿来很多 大部分是拿来做这些电子的啊 电子的东西 啊 看上那个services有做什么啊 啊 services啦 这块呢 我们专注于高端PCB组件和OEM产品制造的电子制造服务AMS 电子制造还有plastic也有做啦 plastic injection就说啦 plastic injection啊 Tooling就说 Tooling Plastic 我们是V家垂直整合家的骄傲之家 涵盖设计和开发模具制造 住宿SMT PCBA线束总装盒 他们还有做这个Wireless Harness 线束制造 OK 产品 OK产品就是啊 这些PCB啦 这些电子的电板啦 这些什么Hard disk啊 Wi-Fi这种 这些东西啊 啊这些啊储存storage啊 买club啊 啊 好不过还有这个啦 口罩啦啊 他们很多都是这些电板是拿来做的 还有Wuji啊那些无线的电板啊 很多是无线的电板啊 OK 所以他们也有拿那些OEM就是外国啊 跟他们Order做那些啊啊啊啊啊啊啊 供应的电板给那些外国的公司啊 以及把他还有做口罩了 口罩现在没有这样好价了啦 上一次啊 疫情的时候就很好了啊 OK 啊老板 才是真的管理那个公司的 OK 其他的全部 Non-executive 就是Non-executive 这也是Non-executive chairman啊 OK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 有什么大新闻 没有什么大新闻啊 暂时 我们知道他可以他有一个新闻出来是他可以做这个5G啊 5G 他自己供应这些5G的电板啊 OK 新闻我也有看没有太多了 他有做一个 啊他要做一个18%的private placement啊 PP啊 PP啊 拿来21个million啊 OK拿来扩张生意啦 跟working capital啊 业务扩张和营运资金 OK我们看看他的他的基本面 然后看看EG基本面 今天冲天啊17% OK ROE return on equity 4.42 KPE也不太贵 23也不便宜 不过也不贵 不太高也不太低 sorry啊不太高也不太低 EPS OK Earning percent还可以啊 4.3 还不错 Price to book value 1.03还没有太贵 Market cap 431个million还OK OK 看看他的这个债务 Cash 21个million Total debt 358个million Debt to cash蛮高 这样 他的cash不是很很好了 Debt to equity还OK 他的债还不是太高了 对他公司来讲啊 OK 对他的公司的这个啊 股权来讲 还不是太高了啊 0.8还是OK 没有超过1还是OK了啊 OK 看他的报告啊 报告勒OK 他有一年是亏钱 就是2020年 他亏172个million 其他年份 就全部是赚钱的 他赚钱最高的年份 就是这个 2017年了 23个million 啊 他的收入 1个billion 现在呢 2023年这个业绩 今年业绩你要小心看哦 你要你要注意哦 他两个季度已经 已经突破了 每他两个季度 18个million的 净利啊 OK 已经赢过很多年了 只是只是一年 这个 2018年 最高是这个 2017年了 23个million OK 23个million 然后这个 2018年18个million 就是整年了 现在他只是 两个 两个季度罢了啊 两个季度罢了啊 第1跟第2个季度啊 已经 已经赢 已经赢了很多 已经赢了 上一年两年了 他的 净利啊 上一年你看几年了 101292个million 2020亏 201114个million 202210个million 现在他已经18个million了啊 两个季度罢了啊 然后他的收入已经754 所以他的生意真的很好啊 今天 今年 754个million啊 他 他再加多两个季度啊 他分分钟可以破纪录哦 可以做 最高峰了 你看全部是最高 是1个million啊 1.1最高 1.1最高 现在他两个季度已经754了 我看他有可能他 他可以 创新高哦 然后他的 净利也是有可能可以创新高哦 他最高是23了 所以现在两个季度已经18了啦 这是为了 他的股 为什么 大涨了啊 OK 大涨了 OK 看看这个 呃 他的他的生意是 真的有扩张啦 他生意真的蛮好了啊 也知道cashflow有点不有点啊 有点不太好哦 OK 看看他的 看看他的图啊 可以充电了啦 充电了 OK 那天记得哦 这个我们有看到啊 如果你用我们的自动盈利啊 自动盈利 自动盈利 币密价值投资 也许你有看到这个啦 也许你有 也许你有看到 1G 也许你有看 你会看到1G了 如果你用这个币密价值投资 OK but不用紧 我有看到 说我有讲那天啊 我有啊 从这边开始 我有讲了 啊 应该是这边啊 这边 我觉得应该是在这边了 8907啊 这个 应该是在5毛左右了 5毛多啊 我有看到这个 说我有讲这个 是有机会 冲上去的啊 啊 有机会因为他这边突破 OK 他这边突破 然后红色动力来 然后 啊 啊 RSI 突破50 突破通道 所以我讲1G 1G有机会了啊 1G 所以现在呢 从我这边上去呢 从我这边我应该是在这边啊 应该是在5毛多这边啊 这边左右了啊 我这边左右应该是 啊 现在就有 有有有 7-80%了啦啊 OK so呢 现在呢 现在追究太迟了啦 现在追太迟了吧 他越最好的话呢 也许这般人呢 套利了跌下来 还有机会的啊 不要 现在是追高的 OK 现在有可能可以 7级高 我们看看啊 因为他有做一个调整 所以我们用那个 我们用我们的 我们的 工具啊 我们的这个 自动盈利 里面的 什么 课程里面有教的这个 骑士啊他做一个三角形的骑士 哦 他突破在这边应该有机会到这边啊 这边又是我们看的就是有一个主率在这边啊主率啊这个 啊 1.01到1.135了啊他的主率在这边有一个主率这边 这边有个顶 诶在哪里 看一个星期初啊这边有个顶 就是2016年的顶啊这边有个顶啊所以这边 我现在他在这边顶住了啊给这边压到还有啊这个这边又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 04年啊这边有一个低 低点 说这这两个呢这个地方是有一个主率了啊 所以我们用那个啊我们用这个工具两一两呢 可以 啊用这个工具两一两呢这边调整啊 这个是一个骑士啊你看啊是一个骑 这个比较难看啊 他是一个小小的骑啊 他冲上去这样小的骑冲上去是很快的 啊很快 哦这个你用4小时你不要看得清楚一点啊看到啊这个骑士啊 啊 这个骑士 OK 上啊上一个啊上一个三角形的骑马对吧 突破 他的目标是应该是在这边啊 不用紧的啊你有你有你有参加课程有自动引力吗对吗 自动引力有没有叫你卖你去看 OK自动引力没有叫你卖啊 OK在这边调整也没有叫你卖啊 OK就现在还没叫你卖你可以继续收 也许还能去 这个有尾巴你要小心点啊如果他冲到来这边 你套力一点先然后再看看自动引力等他就没有信号也可以啊 OK或者你等自动引力也是可以啦 这个小心了他要如果他要跌可能会跌很快的啊 OK 啊 今天是炒昨天因为昨天这个报告出来啦 大家就在 等那个报告一出来就去 就去炒啦 你只要报告出来你要炒是有点危险的啊 他目标是差不多今天差不多冲到 差不多1.05了 所以目标是大概是在这边的啊 他也差不多到那个目标了的了啊 目标区啊 所以你要小心看 能不能我们这 晚上我们下午再看看 看这15分钟 看他搞什么 OK他在调OK15分钟他在调 OK15分钟 他在调 他在调 他正在做一个模式 正在做一个应该是横盘模式 如果他他继续大跌跌破这根辣椒你要小心啦 OK 算是还可以啦 OK 现在新闻出了你要小心的啊 可能他们你知道 Cell the News会丢那个 新闻一出了他们可能 一吵了就很快就丢了 丢下来 不用怕你没有进去你不要吵这边啊 你等他掉下来先 可能年尾他的报告 他两个季度报告这样好 可能年尾还有大的报告出来了 还有更好的报告出来讲他赚大钱也许 也许这把人放了跌下来 也许年尾还有一个惊喜啦OK 所以今天我们讲这样多先 OK我们 下午再谈拜拜